又到我們理財資訊站的節目時間 各位觀眾你好 今晚我們的節目都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我仍然還在旅途當中 所以就好像上一個星期 我們這一輯的節目是預先錄影的 所以一會大家不要打電話進來 我們照樣都是有一個小時的節目 今晚節目的初段 會為你說到有關於共同基金那方面的資料 然後我又會回答很多短訊入你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修榮 今晚我們這個節目是錄影的 所以一會大家不要打電話上來 就是共同基金Mutual Fund 相信大家都聽過了 我們亦有很多觀眾 是在使用Mutual Fund來投資的 到底這個Mutual Fund是甚麼呢 Mutual Fund是給我們這些小投資者 將我們的資金集合起來然後做投資 那是誰來做這個投資呢 當然就要有投資的經理了 即是等於我們一起共同的請一個投資經理 來到將我們集合的資金來做投資 那這個投資經理或者他的公司 首先呢就要很清楚呢 將他的投資的目標啊 他投資的工具啊 是股票還是債券呢 還有呢 是他那個投資的策略 以及呢 是個風險 以及費用呢 這些東西呢 都要預先講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買一隻共同基金呢 我們會知道這隻共同基金 是究竟投資甚麼工具 是哪一類的股票或者債券 或者是房地產 他的費用是多高 他的投資的策略到底是 願意承受很多風險啊 還是很保守的呢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要預先講好大家都知道呢 然後我們才決定買進去 那怎樣買共同基金呢 那你就一定是要有一個股票戶口 就是有一個經紀戶口 brokerage的戶口 那這些戶口呢 你可以買股票也可以 你可以買共同基金也可以 你可以買這種新的 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解釋的 ETF也可以的 好了 那好處和壞處 用共同基金的好處 當然是你自己不用去研究 不用搞盡腦汁呢 去想一下是買甚麼投資 甚麼時候買甚麼時候賣 你呢 用共同基金呢 因為它裡面會投資很多不同的股票 或者是債券呢 就達到那個分散投資的作用了 即是你不是把你的資金 只是集中在幾間公司 通常呢 它裡面呢 有幾十間 甚至幾百間 有些基金 甚至幾千間公司 是把你的資金分得很散 那就達到那個分散投資的好處 而且呢 你就不用自己去選那些股票了 有人幫你選 有人決定何時買 何時賣 不用你自己管理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小投資者 你很忙 你沒有時間去做那麼多研究呢 你就交給一個職業的經理 由他幫你做買賣 那但是呢 不好處是什麼呢 不好處當然是你自己不能夠操控 你自己不能夠做決定 你要完全是靠那個基金的經理 那個基金經理都是人來的 如果他看錯了市場 他做錯了決定的時候呢 你就會虧的 或者呢 他那個投資上面 他可能那個收益呢 是追不上市場的 而事實上證明呢 很多的投資經理呢 他都是長期來說 他未必能夠追得上市場的 那還有一個壞處呢 就是當然是有費用了 你要請他幫你管理呢 就有銷售的費用 有交易的費用 那些費用加加賣賣呢 可能是成兩個 甚至更多兩個以上%的 那你當然 你如果覺得他是做得不好 你是可以將一些基金賣出去 你有這樣的權賣出去 但是呢 你自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管理權 沒有任何的話事權 那這些基金有沒有風險呢 那又要看看他裡面投資什麼 他裡面如果投資股票呢 那當然也有風險 他投資債券呢 都有風險的 我其實是不贊成買債券的共同基金 如果要買債券呢 我一向都贊成直接持有債券 不應該用共同基金 但是股票的話呢 就可以用共同基金 來分散那些風險 那共同基金呢 就和最近這幾年很流行的叫做 交易所基金 ETF 或者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 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他們很接近的 他這些都是基金來的 即是你買了進去 其實你是在買很多不同的公司來的 但是這些ETF呢 可以說是改良版的共同基金 我相信過多幾年呢 可能所有的共同基金呢 都會給這些ETF呢 來取代 現在已經有幾千個ETF的了 這些ETF呢 他就是 好像基金那樣呢 他都是投資在很多不同的股票 或者債券上面 他也都是要告訴你 是到底他是在做什麼的 但是他和基金不同的呢 就是基金呢 他那個價錢每一天呢 是上落是一次的 就是你買的時候和賣的時候呢 你是不知道那個基金實際的價錢的 要到呢 晚上收了市了 他算到裡面那些股票的價錢之後呢 他然後定到那個共同基金的價錢 所以呢 你買入賣出的時候呢 你是不知道那個價錢的 他的價錢呢 一天呢 就只是變一次的 這個ETF呢 他就改良了 他就好像股票那樣呢 在市場上面呢 是分分秒秒呢 他都有個價錢的 而且呢 買賣 Bit and ask 這兩個價錢呢 你都會知道 那麼中間呢 是有少少的差價 就是呢 他是好像股票那樣呢 你是可以買入賣出 你是可以知道那個價錢的 那麼他也都好像股票那樣呢 你是可以呢 是短賣 即是short sale 這個ETF的 那麼這些一般 我們小投資者呢 都不會做 但是呢 他因為好像股票那樣 有買價 有賣價 你是可以 如果你 是敢去short sale它呢 你是可以借到那些ETF回來呢 你是用來賣出去的 那麼這個呢 可以說是一個改良版的Mutual Fund 而我覺得呢 按現在那個進度呢 幾年之後呢 應該大部分的基金呢 都應該是ETF的了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裡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我會繼續為你講解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 可以透過SBTV.KTSF.COM 收睇 好我們回來理財資訊站 我們這一輯的節目呢 是錄音的 所以呢 大家呢 不要打電話上來 你就聽我說 我講解 等一下呢 我會為大家解答 十幾條問題的 我們在講共同基金 大家投資共同基金之前呢 都要對共同基金是有認識的 所以我以下呢 就有一些共同基金的細則 我總共有七方面 是要跟大家講的 第一樣要講的 就是基金的價錢 股票呢 大家都知道是有價錢 但是這個共同基金呢 它都有個價錢的 普通的共同基金 就一天是轉一次 ETF的價錢呢 就分分秒秒都轉的 那共同基金那個 基金的價錢呢 其實呢 是叫做NAV Net Asset Value 它是怎樣計出來的呢 就是你整個基金那個的價值 是除這個基金呢 是分開幾多個單位 就算出它的NAV 那這裡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譬如我買 有兩隻的基金 我來比較 它兩隻基金呢 都是差不多買同樣的東西的 譬如說是S&P500指數的 那一隻基金呢 它的NAV是13元 第二隻基金呢 它的NAV呢 是35元 那你說35元那個基金呢 是不是貴過15元那個呢 不是的 NAV呢 就看看你有幾多個unit 那個基金是分開幾多個unit 它兩隻基金都是買同樣的東西的 但是呢 一隻那個unit是少些 另外一隻unit多些呢 一個價錢又高些 一個價錢低些 所以你是不可以基金之間呢 說30元那隻基金 就貴過15元那隻基金的 那隻基金自己的NAV呢 是增加了 一個是減少了 這個就可以比較了 賺的它就增加 如果虧的呢 它就會跌價 自己基金的NAV呢 你是可以比較的 但是基金之間呢 你不可以用那個NAV呢 來比較哪一隻貴些 哪一隻便宜些的 股息呢 我用股票共同基金來做例子 它裏面是投資不同公司的股票 股票呢 是會派股息 就是dividend的 那麼呢 政府是規定呢 一個基金裏面所收到的股息呢 是要派給你的 有些呢 一年派兩次 有些一年派一次 它是要把這些股息呢 是派給你的 當你買基金的時候呢 你是先會告訴這間基金公司 將來你收到的股息呢 到底你是選擇收現金 就是它給你支票 進入你的戶口呢 或呢 你是用這些股息來再買多些單位 那就是這個叫做reinvestment 無論你選擇哪一樣呢 你那年所收到的股息 不論是現金 不論再投資呢 都是你那年那個股息的收入呢 你報稅的時候呢 就要報的了 除非你這個共同基金呢 是在一個IRA 或者其他合資格的退休帳戶裡面 那你就不用當為收入 一般的投資呢 你是要報稅表呢 是要報上去的 那你會收到 那張的表格呢 是叫做1099DIV 這個是dubidden的意思 你是要報在你的報稅表那裡的 好了 那跟著呢 要講這個增值的收入了 增值是capital gain 那你說我的基金賣了賺了 那有capital gain 是 但是你基金不賣呢 都會有增值收入的 為什麼呢 因為基金裡面 那個基金經理呢 是會做買賣 是有可能會產生增值的 那這個增值呢 就會在你那個1099DIV那個表格 那個第二個項呢 2A那裡呢 就會顯示出來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那個基金呢 是經常做買賣的話呢 你有可能呢 有一大塊的capital gain 你就算不賣那個基金呢 你都是要放在你的報稅表呢 順便來到報的 不過呢 這個好消息呢 就是 凡真是在 這個共同基金裡面 所產生的那些的增值呢 全部報稅的時候呢 都作為長期增值 即是稅率是低一點的 不論你那個基金持有了多久 也都不管它裡面的那些股票呢 那些基金是持有多久 全部一律報稅的時候呢 都作為long term capital gain 好了 那然後呢 要講年費了 年費呢 它是自動會扣的 最低呢 就0.03%都有 但是呢 這個0.03 即是一萬元的基金呢 每年是給三個人錢 這個很低的 但是也都 一般的共同基金呢 是給到1至到2%的 好了 那我們就要看一看 還有一些共同基金的細則呢 ABC基金 你買的時候呢 是有class A class B class C 這些呢 是收費用的 class A呢 就是你買的時候呢 有最高5%的銷售費 B基金呢 就是你買的時候呢 最高有5%的銷售費 那都是要收的了 一個是買的時候收 一個是賣的時候收 然後C呢 C呢 就是它那個 每年那個費用呢 就推高了一點 然後呢 你賣的時候呢 它就收你一個低一點的費用 你如果呢 有些基金呢 你持有了某一個 年份之後呢 它就免收你賣出去的時候的費用 但是呢 你那個 每一年的年費呢 都是推高了的 這些ABC基金呢 全部都是要收你高一點的費用呢 我就覺得我絕對不買ABC基金的 因為呢 有很多基金呢 是叫做無銷售費用的基金 英文就叫做no load no load呢 就是不用付費用 買又不用付 賣又不用付 而你那個年費呢 是很低的 那那個呢 一會兒我會為大家說呢 那個指數交易所基金呢 就是這樣的基金 是值得大家考慮的 好了 最後一樣的細則呢 就是所謂買賣的頻率 那個turn over ratio呢 是決定你那個基金呢 到底會產生多少增值收入 你要報稅 還有它裡面呢 是產生多少那個買賣的費用呢 你是需要付的 那這個頻率呢 如果是50的話呢 即是說每一年它裡面 持有的投資呢 有50%是做了買賣的 如果是100呢 那就是一年裡面 所有年頭所持有的呢 都會賣掉它 它又換過新的回來呢 那這個呢 就很頻繁了 如果100%很頻繁 超過100% 即是經常在這裡做trading 那時候呢 那個費用呢 當然就會高些了 那大家呢 你買共同基金之前 你都要看一下 基金的價錢 它過去派那個股息的情況 它有多少增值的收入 它的年費是多少 它有沒有是 那個銷售的費用呢 class A B 或者 C 還是它是no load呢 還有呢 是它那個turn over ratio 買賣的頻率呢 是多少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呢 到這裡我們要休息一下了 一會兒回來 繼續為你講解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 SBTV.KTSF.com收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在我未開始答問題之前 我都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是逢星期日晚五點半 就重播的 然後到星期一 我們的錄影就會放在網上 大家可以上本台的網址 或者上我譚天雪地的網址 你都可以看回的 如果你是有朋友 親戚 是住在外州 在美加 但是在灣區以外 他可以上去SBTV 在那裡 他可以即時收看 在未開始答問題之前 我繼續補充一點 關於我們剛才說的 共同基金 我有提到 現在新的品種 就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 Exchange Traded Fund 交易所基金 是新一派的共同基金 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它的優點就是 你買入買出的時候 是知道那個價錢 你就知道你是買的時候 是賺的 這個是虧的 這個是普通基金是沒有的 但是那個缺點 就是很多這些ETF 它的費用又比較高些 它的turnover rate 大家都要看著 它會不會買賣很頻繁的 我特別要提到 指數共同基金 指數共同基金 它的好處就是 它費用是稍微低的 低到現在 我看到有些是0.03 0.02 幾乎是免費 也都是沒有消費費 但是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是可以跟著市場 就看你買哪個指數 最流行的就是 全市場都包括裡面的VTI 有S&P500的SPY 有NASDAQ前面的100家公司的QQQ 還有如果你是買 道瓊斯這些所謂藍籌股 那個代號就是DIA 這幾隻就是所謂指數的基金 它就沒有什麼做買賣的 所以不會產生很多 那些capital gain 是要你報稅的 我覺得是這個 如果你想認識共同基金 開始用ETF的時候 入門是應該用這些 指數的共同基金的 我現在開始來解答一些 大家短訊進來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今晚就說三十幾年前 這個家庭兄弟姊妹 總共四對夫婦 共同擁有三藩市這裡一間屋 每一對夫婦 他們是Joint Tenant Joint Tenant 即是共同擁有 互相有繼承權 每人是四分之一的產權 這個是出租物業出租了20年 第一個問題是 現在想將它評分四份 每家單獨擁有一份 他的意思就是 每一家自己擁有那份 不要共同擁有 他要自己擁有自己那份 他自己那份可以自己控制 將來是給哪一個 不是由其他人繼承 那就要Break了這個Joint Tenancy 就要去做了 將它變成Tenancy in Common 每人四分之一 你如果這樣做 你是跟以前的產權比例一樣 那就不會地稅重估了 即是你以前是四個人共同擁有 其實是每人四分之一 現在是將它拆開 是每人四分之一的產權 那個數量沒有改變 這個是不會重估的 但你就要做一個Quick Claim Deed 由Joint Tenancy 轉做Tenancy in Common 你就要找服務社 找律師 幫你做那個契 來登記 每一家怎麼做呢 你做完這個分割之後 每一家人自己要登記 一個TODD 或者做一個生前信託 來定你那四分一的產權 將來是交給哪一個 你要做這個 否則將來你的四分一 就要Probey 這樣你就會花很多錢 第二個問題 他說我先生以前上班 是拿W2的 但公司就為他開了Sep IRA 這個應該是小型公司 去年12月他過了新 今年通知證券公司 就幫他開了Beneficiary的Ira 他將錢轉進去 就說他一定要拿3或者7 如果不拿就會被罰10% 雖然他還58歲 這個資料有誤 這個資料有不對的 因為你是配偶的受益人 你配偶的受益人 是可以將這些 是轉進去你自己的Ira 那裏 那你58歲是不用拿出來住的 你如果是留在他的Ira 那裏 是變成一個InheritedIra 你就要開始拿出來 但是你這個叫做Spousal的Ira 你是Spousal的Beneficiary 你是直接把那些錢當成自己的 你要到70歲半之後才規定你 每年要拿出來 所以你這個證券公司 所說給你聽 可能他誤會了你的問題 你這個情況是不需要拿住的 你說你已經拿了錢出來 那你那些錢今年就要放上你收入 但是你以後你是可以不用拿著的 你是到70歲半的時候 然後你才開始要做最起碼提取 那順便提醒大家的就是 你們各自的退休帳戶 都應該是指定配偶做受益人 因為只有配偶受益人 他才可以把裡面的錢搬到自己的Ira 那裏 就按自己的年齡 將來做起碼提取 和以前過身的人的年齡 已經是沒有關係的了 是應該這樣做的 好了 我們這一節說到這裡 我們又要休息一下 一會兒回來 我繼續為大家解答問題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P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 歡迎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再提醒大家 我們這一輯是錄影的 因為我出了外 下個禮拜我就會回來 我回來當然我們這個是實地的節目 但今晚是錄影 大家不要打電話來 我繼續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說在報紙上看到介紹一個 叫Jumbo Reverse Mortgage Jumbo 的意思就是它大額的 Reverse Mortgage 調頭貸款或者倒轉貸款 就是它借給62歲以上的屋主 它是不用還的 所以它不用看你的信用紀錄 不看你的收入 將來屋主過身之後 銀行才賣那間屋 就在裡面還本金 也都是還利息 他說如果參加這個貸款 優點不需要每月還款 但其他地稅 房屋保險 他就照樣每個月是供款 這個不是供款 即是地稅他自己要給 他的現縮他一定要買 但是借了錢就不用供 這個叫Reverse Mortgage 他說怎樣理解這個貸款計劃 是不是equity line 它不是一般的equity line 但是你可以說它是由 你這間屋的equity裡面 借錢出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equity line 就是不需要你現在還錢 所以它不用看你的信用紀錄 以及你的收入 那怎樣還錢呢 第二年本帶利 就是你不在的時候 他拿了你家屋變賣了 他就用裡面的錢來還債 那如果那間屋的價錢 跌了不夠還 他不會追你的後人 他就要自己吃了 但是如果他賣了之後 因為那間屋增了值 他還了本利之後還有錢剩 那些他就會交給你的後人 那當然他這樣 他就借給你 就不會借到盡 因為他要留一些cushion 萬一那間屋跌了價 他賣的時候都可以還到那個本和利 那這個就對屋主 那個老人家來說 參加這個貸款合不合算呢 有什麼風險呢 那這種的貸款呢 我經常都說是 就是沒有辦法當中的辦法 有很多老人家 他家屋就有很多的淨值 但是他沒有什麼收入 現在要整屋了 或者生活費用呢 他的退休金是不夠了 那他家屋坐著這麼多的equity 然後他手在裡面借出來 但是因為他沒有工作 他拿不到平時的貸款 那就唯有用這個reverse mortgage 拿筆錢出來 或者每個月拿些錢出來 來到整間屋 或者給自己的生活費 但是那個不好處呢 就是這些貸款呢 做的時候呢 是有相當多的費用的 還有這些貸款呢 大多數是浮動利率的貸款 那即是呢 市場利率上呢 這些貸款的利率呢 就會跟著上 通常的利率都會比普通貸款 是高一些的 所以呢 是比較貴的 這些貸款是比較貴的 所以呢 沒有辦法當中呢 你唯有這樣做 但是如果一般不需要 是用到那間屋的淨值呢 就應該呢 是避免的了 好 下一個問題呢 他就說 如果租約滿了 因為屋主那個家人要來住 要求租客搬遷 是要怎樣賠償呢 是不是按照入住的時候的人數 要求搬遷的時候的人數呢 租約期滿 要看你在哪個城市 你在那個城市呢 如果是有租務管制的 那麼他有規定 是要給多少那個搬遷費 不是因為他不交租 犯了那個租務條例 所以呢 你要他走 是因為你不想再租給他了 那你要他走呢 那你就要賠了 如果你是有租務管制的 如果現在目前 沒有租務管制的地方 就不用了 那你說 加州現在通過了 全個州 明年頭就開始 有這個租務管制呢 但是呢 Single Family Home 和Condo 就不在管制的範圍之內 所以你首先去看一下 過了一年 你這間屋有沒有租務管制 如果沒有租務管制呢 你是不用賠給他 那一幫你租約完了呢 你就叫他走 不再繼續續約呢 這樣就可以了 他如果是month to month 他住得一年以上 你給60日通知他呢 那就完結了 但是租務管制的地方呢 你就要留意了 譬如三藩市 每一個人的賠償是6281元 是up to 18000多元的 屋輪呢 就看一下 如果是studio 或者是一間睡房的 就要賠6500 如果是兩間睡房 就8000 如果是三間 或者以上 就9875 有些的例 還是你要他走的時候 就要給一半 然後他離開的時候 就再給其他那些 所以第一 要看一下你哪個城市 你那個城市有沒有租務管制 如果沒有租務管制呢 那就看一下 如果是有租務管制 你要跟著那個條例 如果你有租務管制 那你全州那個對你呢 就沒有影響了 因為要跟回你自己 那個城市那個租務管制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呢 就回答到這裡先 我一會兒回來呢 我會繼續為大家解答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們繼續是來到回應 我們的觀眾是短訊進來的問題 下一個問題呢 這位的觀眾有兩間屋 第一間他住了七年之後 就一直到現在都出租的 第二間由93年 一直是自住到現在 兩間屋都給清了 即是沒有貸款的了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賣一間 是不是可以有五十萬免稅呢 還是一定要賣現在住的那間 才有二十五萬或者五十萬免稅呢 你第一間屋呢 你住了七年之後就出租 你沒有說出租了多久 如果你出租了三年 你就賣屋之前的五年前面還有兩年 你要拿二十五萬免稅那個 你一定要在賣屋之前的五年裡面 起碼有自住了兩年 但是我看你這樣 就好像是你出租呢 你一路出租呢 你在過去五年沒有在那裡住的 沒有在那裡住 你賣了就要給稅的了 這個是沒有那個二十五萬免稅的 你第二間屋你一路在那裡住 你賣屋之前過去五年 在那裡住了兩年呢 你就有夫婦加起來 是五十萬那個免稅 所以答案是 第二間屋賣才有那個免稅的 第二個問題呢 如果收回出租那間屋 不再出租 過兩年 再賣可不可以呢 你可以賣但是沒有免稅 你除非你搬進去住 搬進去住呢 你有部分的增值呢 有免稅 因為你前面呢 在2009年之後 你不是自住的時間 跟你最後那兩年 搬進去住的時間 要計算個比例 你那些的增值呢 就要計算個比例 有幾多呢 是不可以用你的五十萬來免 有幾多是可以用你的五十萬 那個增值免稅來免 所以你就這樣說 不出租 空置了兩年 或者給親戚住兩年 是不符合那個要求的 因為是要你在那裡有自住 是你在那裡作為你的主要住宅 至少兩年呢 然後才有那個免稅額 但是你這個情況 就算你這樣做 你那個免稅額都不能夠免了 所有的增值 因為前面有一大堆呢 是租出去的 好了 下一個問題 他說 同先生都已經退休的了 現在呢 就68歲 自住那間屋呢 就已經是還清貸款 那麼還有四個單位呢 就還欠四十五萬 自住那個呢 就是父清 就有四個單位呢 還欠四十五萬 還有二十五年才供完 有存款六十四萬 401K又有二十六萬 總共有九十萬 年收入呢 是大概十五萬 好了 他的問題就是 這四個單位的物業呢 還有二十五年才供完 要不要呢 用它現在的存款有六十四萬 要不要用它來供掉它呢 還是繼續供呢 在稅務上哪樣比較化算呢 那要看兩樣東西 第一要看你現在的貸款 那個利率是幾高 如果你的利率呢 四厘四厘半呢 那你這個呢 又可以和你的租金收入抵消呢 即扣完稅之後呢 可能你的成本呢 是大概三厘多的 那這個第一 你先計算你現在的成本 好了 第二呢 就要看你這幾十萬呢 如果不是拿它出來 用來供掉這個貸款呢 你會用來怎樣用 你說我不用來投資的 我放在銀行賺一厘而已 那如果賺一厘呢 就倒不如就供了它 因為我會幫你省了稅後是三厘多的 但是你說我是做其他投資 我估計呢 長期來說呢 每年可以賺到七厘八厘九厘 那你就當然要留那些資金來做投資 因為你現在那個貸款的利率呢 稅後呢 是相當低的 但是你說你現在呢 是給五厘六厘呢 那又不同了 五厘六厘呢 你如果有收入呢 信用紀錄良好 你可以去refinance它 現在呢 四厘左右 你稅後呢 都是三厘左右 三厘左右呢 那如果你的資金呢 是可以用來做其他投資呢 是多過三厘的話呢 那你應該這樣做了 但是你說我不承受風險 我放在銀行而已 那就不如呢 是還了它 還了它呢 你就是免風險 來到得到 你現在那個利率 那個賺率 那這個呢 就是值得考慮的 好 下面這個問題呢 它說它是做家居清潔的 現在幫幾家人做清潔 第一個問題 它說 是不是每一個人 每年有六百元 一零九九免稅額呢 可不可以用同一個名 出幾個僱主 六百元的工資都是免稅呢 那 不夠六百元呢 但是不是說這個是免稅的 那收入稅這個又不免的 這個是你的總收入的一部分 你將它拆開都是要加起來的 所以沒有幫助的 它六百元只不過不夠六百元呢 它不用給那個一零九九 MISC你而已 但是你來講都是收入來的 那你那個自顧稅 Self-Employment Tax 你的收入過四百元呢 總共自顧收入過四百元呢 你都要給那個自顧稅的了 所以你無謂把它拆開 因為你都是要加起來 在你的總收入裡面 還有呢 你又是過了四百元 你都是要Schedule SE 來給那個Self-Employment Tax 所以呢 你千萬不要把它這樣斬件 第二呢 它說去年為一個僱主做清潔 剛剛六百元 他就給了一張一零九九 我問六百元是不需要報稅 但他說五百九十九 那到底是六百元要給1099 還是五百九十九呢 其實是六百元或者以上 就要給1099 所以剛剛六百元呢 它其實都要給你的 其實它是對的 所以你 它給不給你 你都是要報你的收入的 沒有所謂的 你都是要 它不給你 都是你的收入 你都是要報的 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 學生工作一年收入多少 才要報稅呢 學生 就算是你的Dependent 他都有12,200元的標準扣稅額 那麼他標準扣稅額以下的收入呢 他是沒有入息稅要給的 所以如果他賺不多過12,200元呢 理論上他是沒有稅要給 他可以不報稅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學生可能都應該報稅 就要看看他有沒有預先扣稅了 這個是W2表格的第二項 和下面第十七項 第二項呢 就是有沒有預先扣起聯邦的入息稅 第十七項呢 就是有沒有預先扣起州稅 如果那裡有Number的 即是預先扣起了稅呢 既然你不用付稅呢 那你就要問自己了 想不想將那些預繳稅是拿回來的 你說我不拿 我捐了給政府 你不報稅 他不會罰你的 但你說我想將那些錢拿回來呢 那你就找些非謀理機構 免費或者自己免費報稅呢 就去拿回那些預繳稅回來 好了 那我們又要休息一下 一會兒回來 我繼續為大家解答問題 好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聽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我们回到理财资讯站 我们这一辑是录影的 我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请大家不要打电话进来 下面这个问题就是 他说他们是拿白卡的 因为他收入高了一些 所以他白卡近几年 是有分担的费用 就是share of cost 他去年的年收入是26,900元 据他所知65岁之后 拿白卡的资格是只查资产 不查收入 夫妻的资产都在3000元以下 其他就只有自住屋和一辆车 为何要给share of cost 分担费用呢 没错 过了65岁呢 你拿不拿到白卡呢 就看你的资产过不过3000元 这个是你拿不拿到白卡 资格那方面的问题 但当你拿了白卡之后呢 你有没有分担费用呢 就看你的收入了 这个是第二步的 第一步是拿不拿到白卡 拿到了 然后看你的收入 夫妻的收入呢 如果是每个月超过1720元 你已经开始有share of cost 所以你这个情况 你有两万多元 六千多元收入呢 有share of cost 这个是正确的 你可以拿到白卡 但是你的白卡 因为你的收入 超过了share of cost 那个限额呢 那你自己要给一部分的医药费 不是免费的 下面这条问题呢 哇很长喔 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97年买了一间独立屋 屋呢 就左右旁边呢 就共同呢 就有一个围栏 就是大家贴住 中间有一个围栏 因为那间屋的后院很阔 那木围栏一直呢 就排开呢 就牵涉了我们这一边 三间不同业主的房屋 就是有一间呢 那个围栏是新屋的人来那里 那昨日呢 屋后的新业主呢 就拿着一张测量图呢 就说我们木围栏呢 就建筑在他的地上 原来他说你 是过了他那个阶 他做了land survey呢 就说呢 是你拿了他三尺多的地方 现在要拿回土地 就要将那个木围栏呢 那个粉丝呢 是搬回你那边三尺 就是他说你 侵佔了他三尺的地方 对方后院的地势 就比你高三尺 你这里住了20年 先两个业主都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呢 这个业主 新业主呢 就说你 是佔了他三尺的地方 做法合理嘛 应该对他有什么要求呢 他如果做了land survey呢 真是证实你是过了他的界 拿了他那个地呢 如果他现在知道 他不愿意你这样做 你又一直这样用 他容许你呢 那就五年之后呢 他就有可能可以呢 就是你拿了那块地的了 所以他现在呢 他不容许你这样做 如果他真的 他那个land survey出来 真是证明你 是过了他三尺呢 你是一定要过来的 因为你是侵佔他的土地 那过去没有人出声呢 这个不是理由来的 过去没有人去查 现在这个新业主呢 就请了个land survey 来 survey过呢 说你真是侵佔了他呢 你就应该要搬回来 如果不是呢 他去法院里告你呢 法庭是会下令你呢 是要搬回来的 所以呢 你就为了六轮 就是不想和鄰居呢 是要对薄公堂 要拗叫呢 我觉得呢 你都是应该呢 是将他呢 是搬回来的 你应该是这样做的 好了 那么最后一条问题 我先生退休之后 从香港移民来美国 现在有陆卡 就没有在美国工作过 他香港银行户口呢 就有20万美元的存款 去年已经将户口资料申报 加上今年呢 先生朋友也都将原来的 六万元的欠款呢 就还回去 就是有成二十六万 现在我已经将部分的钱 转回来美国 请问这些钱 是否当收入 需要缴税呢 这些钱呢 是你在海外户口里面的 他呢 汇回回来呢 这个呢 是不当你的收入的 因为这个不是你赚钱赚到的嘛 所以你是自己的钱汇回回来 里面包括人家还给你的钱 还给你的钱呢 如果里面是没有利息的部分呢 那你是没有赚到的 就是没有收入的 这个你不需要 是报在你的报税表那里的 好了 那我们呢 这一节呢 又说到这里 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我一会儿再继续 为你解答问题 一会儿见 现在在美加各地 欢迎收听 李财资讯站 节目 我们今晚的节目是录影的 很快趣呢 我们就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我继续在这里 是回应一些短信进来的问题 这位观众说呢 他有两间屋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就丈夫呢 就要在湾区这里工作 所以呢 就住在三藩市 这位观众呢 自己呢 在2012年呢 就已经是搬到去 Sacramento那里做事 平时呢 他就住在Sacramento 先生呢 就住在三藩市 从来呢 是没有出租过 周末或者放假呢 就会回到去三藩市 去年退休两个都过了62岁了 两间屋呢 都在夫妻名下 那如果他想卖Sacramento那间屋呢 是否可以呢 有25万免税呢 报税的时候 需要提交什么的表格 或者证明呢 那那个Sacramento那屋呢 就只是你住在那里 因为你先生呢 就住在三藩市的 可能呢 奈奈奈回去那里 他不是住在那里 所以呢 25万呢 是你自己的免税额呢 是应该有的 那这个是报税的时候呢 是不用提供证明的 他税局有私疑问你的时候呢 然后你才提供证明 你如果平时是住在Sacramento呢 你一定有证明的 你的驾驶执照啊 你的投票的报税的地址啊 你的左轮右理又可以做证明啦 你在上面 你有没有做事呢 你做事的地点是什么呢 这些全部都可以证明 你住在上面的 一般呢 尤其是你只是claim25万 你没有硬硬说 先生都在那里住呢 税局是会看到你是诚实的 所以呢 应该呢 查你的机会是很少的 25万免税 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了 下一条问题呢 他说 本人是香港的政府公务员 根据香港法例 和公务员的事务条例呢 公务员退休之后呢 就有一笔过的退休金 是有56个月 最后赚取的薪酬 和每个月呢 有三分一最后赚取的薪酬 即是他有一笔甘心 然后呢 他每个月呢 是有退休金 好了 问题就是 这笔由外国政府支付的 甘心 和之后每个月的pension 呢 是不是需要在美国那里报税呢 又是其他表格报税呢 如果需要又怎样填报呢 那最好你那个甘心呢 可以在未移民之前就收了它呢 你就完全不用在美国那里报 因为你一入了境 做了美国的居民呢 那你就荣升为美国的纳税人了 那美国是规定纳税人呢 是要为全世界的收入报税的 那就是呢 你做了纳税人之后 你才收这个甘心呢 这笔钱呢 就要在美国报税了 那在香港我不知道 你需要不需要付税 在美国呢 你要当为收入来报税的话 香港现在又给了税 香港政府呢 那个就可以在这里扣 作为一个tax credit 但是我记得好像这些钱 在香港是不用付税的 那你整块钱在美国就要付税了 那这些呢 如果是这个退休金呢 你如果能够将它在这里 摆在IRA里面 就好像在401K 转出来的这样的情况呢 你就可以继续延税 到70岁半之后 逐点逐点拿出来呢 然后才要付税 如果你找到一个银行 肯给你把这笔钱 一笔转到IRA呢 你就可以延税 但是就不是免税 而你每一年的pension呢 就和在美国这里做事 如果有pension的话呢 是每一元呢 都是要作为收入呢 是来到报起你的报税表 这个是和在美国这里 赚了钱呢 要报税呢 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他爸爸64岁 今年4月左右过世 当时是用他的白卡 来支付那些医院的费用 现在我和妹妹 就知道他中国有两个物业 因为我们都是美国公民 中国律师要我们在三藩市 中国领事馆办理公证呢 做继承呢 才可以买这两个物业 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短期内 不办理这个公证 会不会给美国政府追讨 白卡医疗的费用呢 如果等一年之后才办理呢 会不会有帮助呢 这个问题呢 请署我不能够答你了 因为呢 很明显你爸爸当时申请白卡 就没有报到他海外有资产 这个是虚报资产的 因为当他问你有什么资产的时候呢 你是需要全世界的资产 你都要报的 就是你没有报到你海外有这些资产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其实是违法的 就是他这个白卡呢 是不应该去拿的 有这样的违法的情况呢 我不知道 日后如果美国政府知道呢 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呢 你那个遗产追收呢 会是怎么样 好了 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他今天62岁去办退休 我相信他这个是去拿这个社安退休金 办理的人告诉他 因为他03、05、14这三年没有收入呢 其实夫妇呢 他们每年的生意呢 报税收入是分开 每人报一半 可能呢 会计忘记了呢 是将它分开一半 就是报了在一个人里 这三年呢 没有将它分开 所以这三年是空白 叫你呢 拿回这三年的报税 IIS证明有交税呢 就可以补回来 其实呢 如果大家夫妇一起做生意呢 到底是拆开来报好呢 或是一个人报債呢 其实往往是一个人报債好的 因为另外那个人呢 是可以用spousal的工作点 来拿退休金 让那个收入高一点那个 就是让他报債 他的退休金高一点 如果他是先第一个人过世 如果他男人先过世 那太太可以拿到他那份退休金的 所以其实呢 如果一起做事呢 拆开来报两个都少呢 未必是有效的 由一个人报債 让他多些 spouse用他的工作怎么拿呢 可能更好 你这个情况呢 你是03 05 14呢 已经过了三年 你改不了了 这个 这个税表上改不了的 很难是拆开的 就算能够拆开呢 其实呢 都不应该是拆开的 所以你底下说 算过35年总收入 54万 補回7万 现在每个退休金是900元 再加7万呢 可以拿多少呢 不能这样算的 很难算的 因为他里面那个方程式呢 是很复杂的 你要算呢 你就要上去 social security ssa.gov 然后呢 用他那个calculator 是他那个 详细的calculator 你是要逐年 将你的收入 摆下去呢 他就会帮你计 我就 我就觉得呢 这样计法呢 倒不完呢 就将错就错 就直接是一个人报債 那个人呢 就拿多些 配偶就用他的工作 怎么拿 这样呢 可能呢 现在还好 先生今年65岁 拿了7年的商残金 每个月930元 如果要改 收入一定减少 拿了7年的商残金 会不会被扣呢 我觉得你是改不完的 那里的告诉你 要改呢 那个是做不到的 就算做得到呢 我觉得呢 都不应该做的 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我就建议你呢 将错就错 不要去搞了 直接呢 就是按现在这样去拿 因为你要改回 03年 这个16年前 你去改呢 很难改的 不要去搞了 我说将错就错 就有得他这样了 好了 那我们今晚 回答一下回答一下 都回答到不少问题 就我们下个礼拜五呢 同样的时间 我们呢 就会是现场直播的了 那下个礼拜呢 我就会回来 和Sherry一起呢 是来到为大家解答问题 我们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为止 祝大家有一个好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一个礼拜五见面 拜拜 拜拜